健康和养生无疑是我们最关注的,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养生。 有一句话说,养生,其根本就是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运动、健康是保持长寿最基本的要素,而运动则是获得健康成本最低,也是效果最好的方式。 但是,很多人一生都有着良好的运动习惯,也因此,当他们步入晚年后,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。 这就是健康的功劳。 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,更能带来快乐的心情和充沛的精力。 那些经常锻炼的人,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,每次遇到挫折,他们总是呵呵一笑, 然后,换上运动服,外出运动了,运动的效果从来不是立竿见影,但日积月累之下,一定会给出最好的反馈。 二,睡觉,睡眠革命里有这样一句话,当我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睡伤,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, 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,就能成为一个真正厉害的人,现代社会节奏快,压力大。 很多人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睡眠问题,熬夜睡太晚,早上起不来,睡眠质量很差, 早上起床后依然头晕脑胀,由此带来的是身体的损伤。 正如《实验医学》杂志所说,睡眠不好,会破坏人体内肾上腺素的昼夜节律, 进而影响正常的免疫功能,其实相比健康,所有的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,都可以放下, 下班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候,喝碗热汤,洗个热水澡,睡个香甜觉,多好,好好睡觉, 才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,一夜好眠,早上神清气爽,连带着觉得空气都是甜美的, 带着这样的精神和心情去上班,工作也一定非常顺, 因此,爱自己,就要从现在开始,早点睡觉,早点起床, 一,保持乐观,曾经在医院看医生时,听到医生这么交代他的病人, 情绪不好,一切养生都是徒劳,想想看,还真是这个道理, 我们行走时间,一定会有着很多的负面情绪, 伤心的,懊恼的,崩溃的,绝望的,如果不能及时排解, 这些负面情绪就会累积在心里,时间长了,会变硬变臭, 成为一颗毒药,吞噬着我们的健康,有些人, 常常会觉得身体不舒服,他们整天跑医院, 吃饭必先吃药,他们在拼命置身, 却忘记了置心,一个人,如果整天哀声叹气, 愁眉不展,这样的人,很难真正拥有健康,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,保持乐观的心态, 看清一切,也放下一切,遇事一笑而过, 疾病就会远离,身体也会越来越好, 除了以上三个秘诀外,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, 健康饮食,拒绝病从口入,民以食为天, 这句古老的谚语,充分彰显了食物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, 食物不仅是生命的源泉,更是我们获取能量, 维持健康的关键所在, 然而,如果饮食不当,却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, 诸如高血压,高血糖,高血脂等,三高,疾病, 甚至可能诱发胃癌等严重病症, 因此,为了健康长寿,我们必须注重,吃好, 首先,我们需要对多油,高糖,高盐, 重辣的食物保持警惕, 这类食物虽然美味诱人, 但过量摄入却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, 尤其对于胃癌患者而言, 这类食物的刺激性和伤害性更是不可小觑, 应当尽量避免, 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, 保持合理的摄入量, 让饮食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隐患, 其次,荤素搭配是健康饮食的重要原则, 我们应该保证食物的多样化, 让餐桌上的菜品丰富多彩, 拓宽自己的食谱, 这样不仅能满足味蕾的需求, 更能确保身体获得各种必须的营养素, 而在众多的食物种类中, 穀物、蔬果和豆类是最为重要且基础的种类, 它们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, 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基石, 最后,我们需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, 吃饭时间要规律, 避免暴饮暴食或过度饥饿, 在吃饭时, 要细嚼慢咽, 充分咀嚼食物, 让唾液中的消化酶充分作用, 减轻胃肠的负担, 这样不仅能提高食物的消化吸收率, 更能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, 保持健康的体魄, 多饮水, 补足生命之源,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, 其体内都流淌着水的脉络,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, 水在人体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, 大约占据了体重的60%至70%, 这一比例足以证明,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谓是水座的生灵, 当人体缺乏水分时, 一系列不适的症状便会逐渐浮现, 首先, 你会感到口干舌燥, 仿佛喉咙里燃烧着一团火, 接着, 身体的燥热感会让你难以忍受, 仿佛置身于酷暑之中, 此时, 心情也会变得压抑, 食欲减退, 做任何事情都难以集中经历, 头疼, 烦躁, 困乏等症状更是如影随形, 让你倍感疲惫, 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, 情况会进一步恶化, 体温升高, 血压下降, 皮肤失去原有的弹性, 变得干燥无光, 更为严重的是, 过度呼吸可能导致肢体末端, 出现麻木和麻刺感, 甚至引发炫韵, 危及生命, 由此可见, 补充足量的水对于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, 根据中国膳食指南的建议, 女性每日最少应饮用一, 五升的水, 而男性则应为一, 七升, 然而, 饮水并非一蹴而就, 而应分阶段, 有规律的进行, 一次性大量饮水, 不仅不利于身体的吸收, 还可能对身体造成负担, 此外, 我们也要尽量避免饮用奶茶, 可乐等含糖量高的饮料, 这些饮料不仅不能有效补充水分, 还可能给身体带来其他健康隐患, 相比之下, 白开水是最为纯净, 健康的饮品, 它不仅能满足身体对水分的需求, 还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, 维持健康体重, 众所周知, 肥胖并非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审美问题, 它更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隐患, 肥胖与多种慢性疾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 如二型糖尿病, 血脂异常, 高血压, 关心病等心血管疾病, 甚至与某些癌症的发生风险也息息相关, 这些疾病不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, 还可能给生命带来威胁, 然而, 我们也不能忽视体重过轻所带来的问题, 体重过轻并非是一种健康的标志, 它可能意味着身体缺乏足够的营养和能量, 从而导致抵抗力下降, 容易感染疾病, 此外, 体重过轻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身体问题, 如骨质疏松, 脱发, 必经等, 这些问题同样不容忽视, 因此, 管理好体重对于我们的健康长寿至关重要, 那么, 如何判断自己的体重是过重还是过低, 还是处于正常范围呢? 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一些科学的工具和方法, 其中, 计算体重指数BMI是一种常用的方法, BMI是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得出的一个数值, 它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体重状况, 根据成人的标准, BMI在18, 5到24之间被认为是正常范围, 拒绝不良嗜好, 不良嗜好的危害真是数不胜数,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烟会导致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,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影响以外, 还会导致如肺癌, 胃癌, 口腔癌, 肝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, 导致多种心脑血管疾病, 糖尿病等, 因此想要健康长寿, 这不良嗜好真要见, 不管我们是遇上开心的事还是难过的事, 总少不了要去, 喝一杯,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, 因为这对身体也是有所伤害的, 不管饮的量多还是少, 都会增加患癌风险, 因此, 大家应该对不良嗜好说白白, 对身体健康负责, 多晒太阳, 暖心又健康, 阳光可以灭菌, 多和阳光, 亲密接触, 还有助于合成维生素地, 而保持体内高水平的维生素地有利于预防感冒, 同时, 维生素地能够促进人体对盖, 磷的吸收, 降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风险, 除了有助于身体健康, 多晒太阳, 还能有效地改善不良情绪, 减少抑郁症的发生风险, 所以大家不要总闷在室内, 要多多接受阳光的洗礼, 但有些晒太阳的注意事项需要大家谨记, 时间, 夏天焦阳似火, 所以需要避开阳光极强的时间段, 以上午6至9点, 下午18点左右为宜, 冬天阳光没夏天如此强烈, 且日照时间短, 以上午11点, 下午3点之间为宜, 时长, 每次20至30分钟即可, 定时体检, 早发现早治疗, 机器要定期检修, 人也是需要定期体检, 然而总有人会觉得自己身体明明好好的, 为什么要白花钱进行体检? 可定期的体检, 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发现身体的异常, 提醒大家及时进行相应治疗, 若总觉得自己身体健康, 最后误了诊治的良机, 后果可能不堪设想, 表面看起来健康, 并不意味着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都仍是健康且正常的运行, 在体检时通过各种手段, 借助各种仪器才能够真真正正地知道我们里里外外是否健康, 体检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疾病发生的早期信号, 进而采取手段阻止疾病, 日渐壮大, 甚至是将其消除, 从医生角度而言, 不管是古代中医, 还是现代西医, 研究表明, 精神情绪才是影响寿命的第一权重因子, 现代的各种老年病, 基本上和精神情绪有关系, 而历代高僧给世人的启示, 就是通过修行, 提高自己的修为, 通过冥想, 打坐, 保持平和心境, 保持对于自己情绪的觉知当下的能力, 保持不被环境, 外是外物所左右情绪的能力, 对于提高寿命, 是第一重要的事情, 修行不仅可以让人活得更加明白, 同时也可以让人活得更加轻松, 自在, 平和。